从第5到第1 22岁中国短道速华超级猩猩 上演了今天大力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北京时间4月1日 2023年 全国短道速华冠军赛 第二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我今天给他回介绍的是 男子1500米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他回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孙龙 孙龙曾获得短道速华 世青赛 男子1000米冠军等等 现在的孙龙年龄才只有22岁 可以说也是中国短道速华的后体执秀 本场比赛 孙龙上演了大力壮 本场比赛 孙龙的最大胸对手 无悔就是刚刚加入中国国籍的 刘少林和刘少林两兄弟 本场比赛 像林孝俊和吴大静等奥运冠军 也清零现场观看主位 此次在半决赛中 孙龙和刘少林被封到了同一个小作 结果刘少林和孙龙在开头第5和第6位 连续超车上演大力席 刘少林和孙龙以半决赛 头两名的身份进行决赛 今天刘少林处在第一跑道的位置 而刘少林和孙龙封处第4和第5跑道 比赛的时候刘少林率先发力 很快就冲到了队伍的最起烈 而孙龙则不慌不满处在第4的位置 当比赛还上下11圈的时候 刘少林逆转冲到了第1位 而刘少林处在第3位 而孙龙只处在第5的位置 但是孙龙似乎并目着急 开始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还上下10圈的时候 刘少林和刘少林依旧封处第1和第3位 而孙龙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第4位 当比赛还上下9圈的时候 只见刘少林逆转了刘少林出到了第1位 而孙龙依旧处在第4位 只见刘少林和刘少林相互打着配合 而孙龙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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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则显得不欢不满的 当比赛还上下6圈的时候 只见刘少林被人逆转掉到了第2位 而孙龙也紧随其后来到了第3的位置 恍而是刘少林掉到了倒数第2位 当比赛还上下5圈的时候 只见孙龙突然发力从外道逆转了刘少林 冲到了第2位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孙龙一鼓作气 直接逆转冲到了第1位 接下来只见孙龙处在领滑的位置 将节奏带着特别怪 当比赛还上下3圈的时候 孙龙遥遥领先处在第1位 而刘少林则掉到了第4位 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只见孙龙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 增加速能力开始锋力冲刺 而刘少林也在身后锋力直缀 只见刘少林排滑在第3和第4位 只见孙龙率先冲过了中点 孙江华获得第3名 二者仅差了0.003秒 从第5到第1 孙龙爆发连操四人逆转夺冠 而且在面对对手报价的情况下 从人群中拖颜而出 这也展现出孙龙的潜力和实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你这一次 有我大嫂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